1.5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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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镜子里面看到还是很闪眼的 大家這個雞皮太好吃了 我忘了好像是抗闖的東西 咖啡豆 我買了吧這個 你喝過嗎小時候 微微豆奶 我小時候可愛喝這種豆奶粉 這個是insfree的角膜 不是青枝好像青梅枝 就也是正觀裝那個牌子的 這個好重 還有這個野梅枝 還有兩包茶 桃烏龍茶白桃煎茶 我買的一件Hoodie 怎麼這麼大 不過沒事啊 反正是在家穿的 我買的是圓頭的 為什麼沒有放一個尖頭的 它不像之前那個款鞋底特別重 它這個鞋底很輕 所以我才買的 我感覺就好 好像稍微大了半碼 穿上腕子 就如果要買的話可以買少半碼 我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最近一直在使用的一個 反例購物網站 叫go cashback 它是成立於2014年 與上千家商家都有合作關係 包括我平時經常逛的 比如說 iSense Sephora Sharper Lululemon 24S 還有75th Avenue go cashback 不只是一個反例網站 它更像是一個集成各種各樣 用會信息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按照國家或名字來搜索 你想要逛的網站 或者是可以分類搜索 或者是可以按反線比例 從高到低來排列 在Dios這個頁面呢 還有每日推薦各種各樣的 品類的優惠折扣信息 像我平時比較常用的iSense 它現在有最高9%的cashback 我最近比較喜歡的另外一家 過網站24S 也有高達8%的反線 那Sephora是4% 像Lululemon有11% 大家都知道Lululemon這個牌子 很少很少打折的 尤其是那些爆款 能做到11% cashback 真的已經算是非常高的了 如果你用Google Chrome的游覽器呢 也可以把GoCashback的破產程序 添加到你的Google Chrome裡面 這樣你就不用去到它的官網 來找你要逛的網站 你可以直接去 比如說iSense 右上角就會立刻跳出來 目前iSense最高的反線比例是多少 你就可以安心的購物 不用害怕錯過任何易比反線 這個程序真的太適合我這種 旺東旺西的人了 GoCashback的反線方式呢 也很靈活 包括PayPair 還有郵寄支票 如果你在北美的話 還有禮品卡的這種方式 還會給你一些額外的bonus 最後它還有非常適合我們中國人的 支付寶的反線方式 這是很多反線網站都沒有的 通常它都是90-120天左右到賬 GoCashback它還有自己的APP 基本上跟網站的內容是差不多的 就很適合平時在外面 不方便用電腦的小夥伴來使用 這次GoCashback聯繫到我 給了我一個獨家的折扣優惠碼 如果你用refer code來註冊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 額外的八刀的bonus 或者是可以直接用我的鏈接來註冊 那當你的帳戶反線達到20刀的時候 就能一起提現了 我會把所有的信息放在info box裡面 然後包括最近反線幾率比較高的一些商家 我也會把他們的網站都放在下面 然後呢我們現在需要倒450克的奶油 倒吧 倒吧 到50克慢一點 OK 有一點到 然後這個東西往下往 然後這樣畫大圈手慢一點 然後等它沒有這麼往外見的時候 就手速可以快點 然後檔也可以調 因為五檔 咱們先用E開始 我先打一下 就這樣 這個速度就是 開始很慢 然後等差不多一分鐘 就沒有這麼往外見了 就離開一點 我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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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來吧 讓我們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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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昨天晚上订的菜 刚刚送来了 还挺快的 我是晚上订的 然后今天中午12点多就送到了 首先是一盒这个北极田虾 它是冷冻的那种虾 但是熟的 就是打开就可以直接吃 这个是我在我朋友家吃到的 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又很方便 它是只有整盒卖的 一盒是五公斤 然后 诶 这是什么 对 这个是猪油 第一次在加拿大这边 就是买到猪油这个东西 一包贝果 因为我家吃完了 补一下货 这个是全卖的 像这种面包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几天之内吃不完 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分装 然后放在冷冻柜里面 就能放很久 你要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放烤箱烤一下 或者是放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 稍微加点水 然后加热一下 就立刻是很新鲜的那种味道 这是一个小tips 面筋 我买这个打算做那个油面筋塞肉 谢谢 好 这个是干丝 对 我买来炒菜用的 它们的包装真的装的蛮好的 就是不是用的那种超市的一次性的塑料袋 都是这种真空的比较厚实的袋子 而这一袋是买的猪肉末 鸡中翅就是两磅 一包很大的铜骨 这种骨头的超市也很难买到 然后我看到它加油 我就立马就买了 番茄 油麦菜 意大利瓜 然后两盒百合 剥好的蒜 土豆 洋葱 青的尖椒 玉米 我这边快放下了 然后买了一个雪橙 这个也是我在超市很少看到的 就里面是很深的红色接近黑色的那种橙子 好像说是这种橙子的VC含量是特别高的 比普通的橙子会高很多 买了个芹菜 想要尝试一下芹菜汁 先准理一下冰箱 我今天会想要有这个角色的 那么一会儿 在没关系的角色的角色 冰箱里面 混凝固 有点像是我的 是个啤酒 有点像是我的 我买的是一个VV的包包 这是一个mini size的Jody 它里面呢也是全皮的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大小 它是可以放满多东西的 其实在我的包包里面size不算小 因为我的包包都是特别特别特别小 对这个应该还是挺装的 我为什么会突然买这个包包呢 我那天是在刷小红书 然后刷着刷着突然刷到一个帖子 就是说24S这个网站的VV的包包有bug价 税后价格是2300多一点 不到2400这样 然后像iSense的价格是2800多 价税 就税后差不多要3000出头 就跟我买的这个价格可能要差800刀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买这个价格还挺合适 来试一下这三个项目 两个呢是这个牌子的 看一下 一条呢是这种螺旋状的 链子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短 可能比较适合跟别的长一点项链一起迭代吧 但镜子里面看还是很闪的 就感觉很富贵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是这种有点像舌骨链 这条比方那条更短 三根项链是这个牌子的 跟前两个相比是稍微长一点 但是呢我感觉它没有前面那两个那么亮 就是看起来质感是三根里面比较差的那一个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 拍开这个鸡皮太好吃了 拍开这个鸡皮太好吃了 最近早上起来的一个新的习惯就是喝鲜榨的芹菜汁 然后是带着渣一起喝下去 我家的是这种椰子水 就不会那么难喝 鸡皮太好吃了 好暗啊今天 都在云里 我们今天要去 好暗 上一次来Granville Island是 我刚开始说话它就被暗了 为什么呢 我上一次来Granville Island是2020年 跟毛毛一年半 大约上去 大约上去 咱们快点 图了 大约上去 大约上去 好 大家还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龙虾 好大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晚饭 是去吃一家日料 我们开始在温哥华的Downtown 字幕君是这样 先让温哥华去吃饭 我一下故事 要不会有时间 这个更好 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到的一些鞋子 那从去年11月下旬开始 就是黑五开始 各大店商一直在打住 现在呢差不多就是折扣最好的时候了 今天想跟你们集中的介绍一下 这两三个月以来 我买到的一些很喜欢的鞋子 有一些呢是已经穿过了 而且我很喜欢 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穿 有一些呢是刚刚收到还没有打开的 那我们先从球鞋开始吧 就是一双香纳尔今年新出的运动鞋 这双鞋子呢我是在美国买的 因为温哥华找到我的尺码 就像我们这种6.5码7码的脚 真的是很难买鞋子 一旦遇到那种比较抢手的 你就根本就抢不到 它有出挺多个颜色 我最早是看到一个beige 就是米色的 我是最喜欢那个 但是那双真的 在美国我都找不到我的尺码 所以呢我最后就选了这双粉色的 亚洲市场好像还有别的其他的颜色 我不是很了解啊 来说说这个鞋子 它呢有点像那种挖鞋 就有点像之前巴黎世家出的那种挖鞋 上脚呢非常非常非常轻 穿着去做有氧都是没问题的 特别舒服 那缺点就是因为它前面都是这种网状的嘛 所以可能下雨天啊下雪天 如果鞋子打湿的就很容易透进去 直到夏天我可能穿的几率会多一点 我买的是6码半 我觉得这双鞋子是码数非常正的 不偏满 这是by far的一双高跟鞋 这是我第一次买太大的鞋子 首先我要说的一点就是by far的鞋子 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个跟我踩在上面 我觉得我可以跑步都没有问题 它是上面细 然后下面呢是会比较宽 所以它的支撑力非常的好 就这一个地方的设计 会显得你脚踝特别细 它是没有半码的 所以我就选到了半码 如果买by far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它的官网看一下 它最近折扣特别好 我买这双鞋子 大概是三折多的样子吧 反式很全 然后size也特别多 建议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看一下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我还下单了一双凉鞋 还没有收到 也是打折打到差不多200加币 不到的样子 然后是一双没这么夹大的鞋子 是我想了很久很久 一直在我的wish list里面 就是这双 它是有根的 这个根大概就三四公分的样子 我有试过它那个平底的 就是太平底了 你踩在地上的话 就感觉你直接脚掌着地 它的底太薄了 所以我感觉串平底走路太久的话 可能会不舒服 所以我就选了这种稍微带一点根的 比较难过的是我买错尺码了 这双我肯定要退回去 然后换一个大一点的size 除了i-sens 买srisa也有在卖tabby shoes 然后价钱也还不错的 但是因为它是欧洲的网站 跟北美的选款稍微会有点不同 所以你在i-sens上 如果挑不到比较喜欢的款 就可以去买srisa看一看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买这种风格的鞋子 是一双7Breader的过膝皮靴 它这个皮筒包裹性特别好 而且它里面是这种 就有点鸡皮感的料子 就它不会往下滑 它会很好的扒拉在你的皮肤上面 不像有些这种过洗血 你走着的时候走着走着 它就往下滑了对吧 这个它是完全不会往下掉的 包裹的非常好 所以这是我哪怕是买大了 我都想留着这双鞋子的原因之一吧 而且它的整个皮子是非常非常软的 它的头就是比较圆圆顿顿的那种 稍微显得脚有点大 但是呢它的增高效果真的很好 我穿上以后就整个腿就拉长了好多 最后一双今年真的是爆火的一双靴子 所有的网红啊博主啊 几乎就是人手一双 我是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在找这双靴子 最想买的是白色的那双 那双真的是什么吃法都买不到 最后就突然求其次选了这个米色的这双 但是说到以后我也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上腿真的具显瘦这双鞋子 乍一看这双鞋好像很普通对吧 像雨靴一样 红这样粗粗圆圆的感觉笨笨的 但上脚以后它能把你的小腿的腿型修饰的非常好 不管你小腿是什么样的腿型 粗的还是细的 还是O型腿还是S型腿 你穿上这双鞋立马就变直了 再加上它这个跟就是有四五公分的增高的效果 你整个腿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看 这个皮子是比较硬的 比较扛燥 就是你下雨天穿出去也不用担心会怎么样 它也是防水防雨的 这双鞋我真的是觉得又实用又好看又好穿 然后还有增高的效果 它是有一点点偏大的 我穿36码是真正很好的 大家好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